想跟你说 哥哥我也是在一个 极度的家庭暴力的环境底下成长的 我的爸爸跟你一样 没有理由就会打人的一个爸爸 前不久张卫健受邀参加真人秀节目 听到选手惨遭家暴的故事后 为了鼓励选手努力走出阴影 勇敢面对 张卫健也展示了自己不为人知的过去 他打我 打我妈妈 打我两个弟弟 从我五六岁开始他就把我压着来打 打得我几乎要窒息 他可以扒光我弟弟的全身的衣服 然后用鸡毛挡着 对着我弟弟的屁股抽打 一直打到皮开肉绽 然后一只脚踩着我弟弟 拿出照相机 对着我 对着他拍 提醒我自己 以后张卫健你长大之后 不要学他 不要学他那样抛弃弃子 不要学他那样打家人 要疼爱我的家人 对着我来说